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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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3. 查找共享物品位置 在iOS 18.2 Beta 2的查找应用中 苹果推出了名为共享物品位置的新功能 例如 对于已经绑定的AirTag 通过启动共享物品位置将生成一个现实的网页网址 其他人通过该页面即可查看这个物品的定位 方便他人辅助寻找该物品 4. iPhone镜像升级 iOS 18.2允许用户在通过iPhone热点连接与Mac共享网络时 使用iPhone镜像 之前通过个人热点连接Mac不允许使用镜像功能 5. 提高电池寿命及改善温度 新系统版本寿命中表示 提高了电池的寿命 以及改善设备的温度问题 对于升级了iOS 18.1系统后有iPhone发热问题的小伙伴 后续则可直接升级至iOS 18.2系统 6. Apple智能功能 iOS 18.2还向新加入一些 由Apple Intelligence驱动的智能功能 目前Beta 2版得有一些新变化 Siri开始整合ChatGPT功能 在Beta 2版本中 订阅了Plus战号的用户可以直接登录 并使用进阶的模型 iOS 18.2新增了Image Playground 用于生成AI制作的图像 目前Beta 2版本中 申请该应用全线的用户基本都已获得通过 在备忘录应用中 现在也与Image Playground的功能进行了整合 选中文字后可以选择生成图片 让AI制作一个符合内容的图像 以上便是此次iOS 18.2第2个测试版本 已经上线的新功能 接下来 我们来揭秘小伙伴们更感兴趣的隐藏新功能 iOS 18.2Beta 2测试版中 物质进一步优化了Apple Intelligence及相关功能 还带来了不少较为适用的隐藏新功能 比如在最新的iOS 18.2系统中 将iPhone或iPad连接至从陌生电脑时 只需通过Face ID认证就能直接连接 在此之前 不管是指纹解锁iPhone iPad机型 还是Face ID解锁机型iPhone iPad机型 在连接至陌生电脑时 都只能通过输入设备的密码来实现连接 记忆 苹果在2013年发布的iOS 7系统中 首次引入了信任次计算机提示 目前是为了防止黑客在没有用户密码时 通过USB访问设备数据 至此 每当iPhone连接至陌生电脑时 均需要用户输入密码才可正常连接 另外 iOS 18.2的实时活动 已经支持Sephora浏览器的下载进度了 当用户在Sephora浏览器下载文件时 可以在iPhone锁屏界面 以及配备灵动导iPhone机型的灵动导上 直接查看文件下载进度 十分方便 另句外媒925Mac分享 他们在挖掘最新iOS 18.2测试版代码中 发泄了新的Battery Intelligence框架 该框架将允许系统计算预计的充电完成时间 目前 苹果还未正式启用这一功能 戴开启透 iOS 18.2或许可以通知用户 他们的iPhone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特定电量 在iOS 18系统中 苹果加入了更多的充电限制 共有80% 85% 90% 95% 150% 以帮助延长电视寿命 那么这个功能启用后 大概是这样 假如iPhone用户将充电上线设置为95% 并且当前手机电量已经低于这个数值 那么当用户向iPhone连接充电后 苹果就会通过锁平通知提示告知用户 需要约多少分钟后可充满至95%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功能是否会在后续的iOS 18.2测试版中 或正式版中启用 不过既然底层框架都已经有了 相信很快就会推出了 当然这些关于电池健康的新功能 并不能解决困扰iPhone用户们很久的充电慢的问题 未来能够在硬件上提升新款iPhone的充电功率 才是重中之重 整体来看 iOS 18.2 Beta 2更新还是很多的 不过目前只是开发者测试版 一般不建议在主力机上使用测试版系统 iOS 18.2正式版系统 将于12月份进行推送更新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大家还是耐心等待正式版版 说到iOS的新功能 有一个大家或期待很久的功能 迟迟未能上线 但现在或许要被解锁了 每年都有小伙伴们 iOS什么时候能出分屏小窗功能 隔壁安卓都完烂了 目前来看 直到iOS 18系统苹果 也没有要出分屏功能的意思 而且以后大概率也不会有 不过嘛 虽然iOS没有 但是同根同源的iPadOS 可是分屏小窗样样齐全的 比如iPadOS上的台前调度 实际上就是更高级的小窗了 可以自由切换窗口大小 还能以更直观的方式管理 非常方便 既然是同根同源 那么 有没有可能给iPhone 强刷iPadOS来实现 分屏和小窗功能呢 还真能 敬意 有大佬通过 Sparse Store漏洞和MobileJestouch工具 成功把iOS转换成了iPadOS 并顺利用上了iPad的专属功能 从根本上来看 iOS实际上是有分屏和台前调度功能的 但是被苹果通过软件手段屏蔽掉了 所以只需要通过备份机制 注入自定一代码 就可以将这些功能解锁 具体来说 你的iPhone系统版本需要在iOS16.0 到18.02C和18.1Beta3之间 然后安装一个名为Sparse Box的工具 打开这个Become iPadOS选项后 就能使用iPad专属功能了 除了强开台前调度外 Sparse Box还能实现旧iPhone强开灵动导 强开吸屏显示 强开Apple Intelligence 解除充电限制等功能 和原来的粤语类似 都是获取更高的系统权限 但需要注意的是 该工具虽然能够让设备更加个性化 但是可能会导致iPhone无线循环重启等其他问题 不见一普通用户使用主力机尝试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GitHub查看相关教程 过程比较复杂 当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大家谨慎行动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iOS18.2还有什么期待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